現在面臨罷免危機 因為由公民團體發起的拆樑行動 在昨天已經宣布連署份數 達到3.6外份 已經達到第二階段連署門檻 若最後謝國良的罷免案成案 且經投票被罷免後 傳出藍白之間 在基隆市長補選有可能會合作 而黃山山光是一個下午 就在基隆連桿七個行程 和地方鄉親互動 以引發外界聯想 是否在為基隆市長選舉暖身 盡管黃山山低調沒有多做回應 但上午柯文哲在桃園 參加吳春城服務處的成立活動時 被問到謝國良罷免案可能成案 柯文哲也向綠營嗆聲 表每天製造對立仇恨